位于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严的大厅里 陈列着这个世界上让人惊奇的所有事物 狂暴的史前生物 野蛮的古代战士 被时间的流沙埋掉的原始部落 非洲的草原动物 以及改变了历史的传奇英雄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大温房地产销售统帅杨雷 大家还记得 在温哥华拍摄的好莱坞大片 博物馆奇妙夜吗 今天我就带你来温馨最贵族的社区 1625 Marple Avenue 来打卡一套博物馆式的千万豪宅 嗨 莱拉 Welcome to my museum 屋主花费了超过200万加币 翻新和恢复房子的原始设计 包括拥有大面积的玻璃窗户 为室内引入采光和自然景色 古典郁闻的门框和原始的定制硬木地板 现代与经典结合 是博物馆这个味快来参观一下吧 整个房子里摆满了19世纪的古董家具 打比方 这个比利时的餐厨属柜 还有这个贵族12人的英式餐桌 你能想象在古董环绕的厨房 吃饭宴客是什么样的一种神仙体验吗 今天带大家参观的这座博物馆 坐落在约16000尺的大地 拥有5300尺的室内空间 共有5个房 4个半域 而且如果你有心继续打持属于自己的博物馆 未来这里可以加件3600尺的空间啊 这里的超大客厅和日光区联系在一起 可以亲朋好友共度奢华的午茶时光 快来跟我看看吧 这可是1928年限量版的Hissman三角钢琴 对热爱艺术的小伙伴来说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现在呢 漂亮的女主人安泰拉总会坐在这里享受午后时光 细细品位 如果你有心发现 房子里有很多精美的地毯 来看这个神秘的波斯地毯 这可是屋主夫妇在伊朗 竟拍5万美金买到的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啊 和夫妇两个参观整个家 2000本藏书很明显地收藏在所有的三层楼每个房间里 从古典的文学 历史 艺术 音乐和小说 到绝版的藏书 包括魏珊姐的牛君英文词典集 和最后一本印刷的大英百科全书集 你们知道吗 女主人安泰拉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 家中摆满了她的世界各地运行的照片 这真是有钱都买不到的顶级搜藏品啊 这里的楼上有5个房间 尤其从主播能欣赏到整个对岸的山景 楼下也设有大型娱乐室 书房 工作坊和储藏室 而且美丽的花园和露台 能满足大家庭聚餐 或户外活动的需要 居住于此 你就能拥有别人没有的文化体验 将文化遗产 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我想 所谓贵族感 已经深深融入你的血液 就是这个意思了吧